上去餐馆的富人家 今天咱们坐着这个马车 去到普通人家去看看 咱们就进这一家吧 好香啊 所以咱们门口弄的些这个东西 要这样啊 腔圍是吧 对 月季 把月季腔圍一小一些 是吧 好香啊 但是 哎 这家好 这是家里的女主人 在招待客人呢 对 他们那个 根本部发现新大陆以后 这个欧洲人移民到美洲 这个地方地一广人稀土地肥沃 所以他们 很快 他们的日子过的都比他们母国 还要好了 在农耕时代啊 亚洲和欧洲的水平差不多 咱们中国那时候 是搞井田制 而在欧洲呢 他们是搞三田制 那个时候 普天之下结为王土 土地都归国王 国王把土地分给贵族去管理 贵族向国王交税 有战争的时候啊 还要组织军队去秦王 贵族呢 又以契约的形式把土地租给殿农 土地分为三份 每年只种两份 一份修耕 殿农 虽然没有土地的所有权 但是 他有这个 地租 他按这个地租的约定 向 这贵族 交租 这样他这个租约可以世代相传 使用权是永久的 可是这种稳定的结构啊 随着美洲的发现和发展 小麦为主的农产品供应的增多 价格下跌 近代农业革命 由此兴起 英国的农业呢 向养羊业转化 为了增加塑料 英国人开始用五金和三叶草 文作 代替修耕 这个五金啊 就是咱们说的大头菜 或者叫诸葛菜 三叶草呢 就是木许 养羊 不光可以提供肉食 他还产羊毛 这农夫们都成了仿羊毛 织毛衣的高手 下期咱们就去学习学习 谢谢收看 谢谢